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大家好 首先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關於商專利的部分 關於小提醒 我想大家清楚 其實GNN從去年底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 我們都有很多新的一些實務改革的措施 比如說在去年的12月1號開始 我們因為整個在線上審查 這其實非常地明顯成熟 例如在紙本申請的部分 我們把它減縮成為一個 那麼當中除了在選查舉發更正以及專利權延長 這個部分有實務上的需求之外 其他的部分全部都在紙本的部分 只需要送一份的申請書籍相關部件資料就可以了 所以這部分我們修改了相關的書表跟需支 另外在外公司名稱的部分 會讓名稱的表現更容證 所以在同年的十幾百分之十二月開始 最後一套開始 希望大家能夠在申請的時候配合家住上國別名 另外剛剛局長在開場的時候也特別說到了 關於今年度的舉發案件的訂正作業 以及我們的專利權期間延長 幾個審查批准的修正的部分 也分別做了一些調整 好 那麼今天的我的報告大家的部分 我想因為我們在三四月間 特別就為我們重要的事項有做了一個文證的宣討 就在這部分呢 請就小小的部分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也希望大家在實務上能夠配合 然後讓我們審查的進程的效率能夠更提升 好 首先是有關於標示申請愛好的部分 我想大家一不陌生 你們在拿到把申請文件訂進來之後 不管是不是有齊備 當程序在審查中發給您第一份的文件的時候呢 一定會告訴您您這個案件的申請案號是什麼 好 因此在大家如果後續有需要生物或修正的文件進來的時候 請您務必幫忙能夠在相關的文件上面註記 並確認這個申請的案號 音樂局裡面的其實我們的量 他還要相當的多 一旦註記錯誤呢 就會導致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您是不是確實有申請貨 修正進來 這導致這個時程的任務 好 這個部分要請大家能夠幫忙 好 另外針對申請專利範圍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claim部分 我們在專利法裡面我們推薦它叫做申請專利範圍 或者是請求下 好 那麼當然 中國大陸它的用語是有權力要求 那或許各位先進在申請的時候 為了方便兩岸的遞件 就用權力要求這樣的用語 同時在臺灣的部分做遞件 這部分要請大家能夠幫忙我們 在申請之前做一個完整的檢查 請大家使用申請專利範圍或者是請求下 這樣的用語 好 另外是有關於整個技術用語譯名的部分 技術用語譯名的部分 這個部分在申請法事實的第三條 其實有規定到要請大家能夠要用 國家教育研究院所編譯的這個相關的譯名 來作為整個譯名的翻譯的一個原則 我想在這邊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是幾年前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有一天跟大陸的同學一起吃飯 他告訴我說 誒 我記得在那個超市看到他們的土豆 這麼大一個耶 我說土豆嘛 我心裡就always想說土豆那不叫花生嗎 有這麼大一個 這麼大一個 怎麼想就是怎麼看也就是這麼小一個 原來這個Potato 在中國大陸他們叫做土豆 我們叫做花生 所以同樣一個Potato 這樣利用語譯名不同 可能會導致不同的區域 大家了解都會不一致 所以也就是在這邊要請大家特別幫忙 針對這個譯名的部分 請大家幫忙確認能夠確實是用到 回家教育研究院的譯名這個原則 好 接下來是有關優先權電子文件交換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在前兩次的 任務座談當中也都有跟大家報告 也希望大家能夠推騰 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我相信用過程人都覺得非常的便利 不僅省時省力 同時它的正確性也能夠得到確保 好 所以目前我們就是跟台日跟台韓 兩國有做這所謂的 優先權證明文件 變得交換PDX的這個制度 所以在這部分就給大家能夠多使用 我想台日的部分呢 你實務上看來是使用的 股票是正確性高 而且是多的 可是台韓的部分 我們是在改靈我們一開始 那這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使用 好我想在實務上呢 如果是以本局也就是TPO 當作第一局的話呢 大家如果要用本局的案子 中華民國專利的案子 來向日本或韓方來作為 優先權主張的基礎案的話呢 在我們的部分 請大家用優先權證明文件申請書 來向我們申請 不管是日本的純須碼 或者是勾選 你們在韓國的部分 願意用電子交換這樣的一個方式 自然的 你在那邊主張的案子 我們就會透過電子交換的方式 來做優先權證明文件的遞送 好 如果呢是用 日本或者是韓國的案子作為您的優先權主張的基礎案 那麼來向本局主張優先權的話 那麼就請您在申請書 申請書上的相關欄位 能夠足跡勾選是用日本案 或者是用韓國案 他們的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類別或者是存取碼等等的內容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一個交換 好在優先權證明文件交換這些 申請的小事相提醒之外 另外在實務上最近 有發現到一個問題 也就是關於一案兩請的部分 一案兩請之後呢 如果發明案 申請分割 如果還要主張一案兩請的話 到底整個流程以及我們在實務上的配合是怎麼樣 好我想首先跟大家承明 一案兩請一定是一個行刑案 接一個發明案 不可能一個行刑案 接兩個發明案 好 所以一旦您後續分割了 把發明案分成兩案子的話 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尊重您的意思 如果您在申請的時候 仍然要主張一案兩請的話 那麼就請在申請的時候 勾選聲明 我要原用五案的一案兩請的聲明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配合在 在五月一號的分割申請書表當中 已經做了調整 增加了相關欄位 來供大家來勾選 如果您在申請的時候沒有勾選 那麼依照單一法三十二條 一案兩請是必須在申請的時候 一定聲明 如果申請的時候沒有聲明 我們就認為您不會原用一案兩請的聲明 也不會通知您補證 這是在申請以及程序階段的部分 好的一旦進入了實體審查階段呢 這個部分如果您不管母案子案 甚至是損函 勾選了要原用一案兩請這個時候呢 那麼審查人員會 將分割後的所有的案件做一個完整的審查之後 認為如果認為發現其中 有一個是其中有能夠核准的案件的時候 這時候會在審查一間通知函的時候 一定通知您 要做一個選擇 必須選擇一個唯一的 唯一的一個擷取的案件 好 這是在一案兩請 針對分割案的部分 好 專利權期間延長申請 我想這次在三四月間 局裡面已經有密集的針對北中南 都有做了完整的宣討 這邊部分只是在小小提醒大家一下 針對申請人的部分 不管是專利權人或者是專屬被授權人 都可以作為專利權期間延長申請案提出的申請人 那麼局裡面這次在審查計算人的部分 都同時放寬了 針對專屬被授權人的部分呢 您不需要 不需要在事前先上分局完成這個授權登記 好 法定期間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沒有調整 也請大家要能夠注意法定期間 在期間內提出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 對於許可證的 許可證的這個持有人 如果是備授權人 也就是他跟這個專利權延長期間的申請人 是不一樣的時候 如果是備授權人的話呢 那麼這個時候延長的申請人要簡送 您在延長申請的時候 已經完成授權事項的這個證明文件 已經完成授權的證明文件 同樣的不予向本局完成授權登記 為必要 這個是在延長的部分 好 聽證呢 呃 聽著我想同樣的 三四月間也做個完整的宣告 這根因為時間有限 我也不再多做說明 唯一我們將7月27號 將舉辦第一場的 好 第一場的聽證會 對 那麼這個部分也要替大家旁聽 7月16號上午8點開放報名 好 八點開放報名故事的名額 大家可以上本局的這個研討會的登入系統做報名的登記 好 在延長的這個流程的部分也請大家能夠參考 好 唯一我想在這個部分 相關的注意事項其實在聽證的部分 我們是投注相當多的人力時間 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個聽證的部分 讓兩兆都能夠公平的來陳述意見 那當然在聽證完成之後 我們並不會立刻的來做成審理 而是小組成員會在討論之後 才會願意做成審理 那就是在聽證案件的部分